2003年暑假,我和儿子回到家里 有两星期左右,我一不小心又掉进了各种应酬的漩涡 大块时间消耗在可有可无的交往上 诸多应酬耗费了我不少精力 为了放松自己,回家后还想看两集电视剧 偶尔做到书房,心静不下来,看书心不在焉 写作没有灵感,许多该做的事情都打了折扣 读书任务和写作任务都没有完成 等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知道自己的心范眼 试开收容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和姿子对对话了 于是拿起笔和自己交流 2003年9月18日,你呀你,真是个不争气的家伙 你竟然放会了那么多时间,做了两星期庸人 真令人汗眼,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人一生有多少个两星期啊,你够没出息了 字子里那么差,连自己都管理不好 你都几十岁了,难道还要别人管理你啊 在这个世界上,谁能管理住你啊 除非自己控制自己,人难免有惰心 紧严格要求,慢严格要求 还会有懈怠的时候 你这样友谊放纵自己,实在不可原谅 你明明知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心是平原跑马,一犯难收 还要在外面风跑,真是朽木不可刁眼 并不是应酬多了,而是你心甘情愿参与 那些应酬真有那么重要吗? 真是非去不可嘛,可去可不去的一定是大多数 你认真选择了吗? 再说,哪一次也不是别人拉你去的 都是你自愿去的 有的应酬未必是别人邀请的 甚至是由自己发起的 自己主动贴,挤贴的 人难免会有应酬 如果所有应酬一概不挽拒的话 你来我往,应酬肯定越来越多 一个人天天周旋于应酬之中 就不可能集中精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台湾作家李敖说过 电视是批量生产傻瓜的机器 这话虽然比较偏激,但也不无道理 天天看电视连续剧 看娱乐类节目,无异于消磨观音 你是一个肩负死命的人 你哪有这个权利 你也知道虚度观音是慢性自杀 但还是习惯于找借口 认为浪费半小时没啥 难道小块时间积累起来 不就是大块时间吗? 我不敢说自己有多高水平 我也不敢说自己做的有多好 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 我从内心深处在追求进步 如果说我确有一定进步的话 这些日记,水笔,自然是功不可没 只有扎扎实实的脚印 才能留下前进的痕迹 读书可以增强心智,拓宽视野 但通过做读书笔记,成长日记 我才切实感受到书籍的营养 浓进了自己的血液和心灵 变成了自己的动力和精神 自我革命和一日考评表 行为习惯决定性格 性格决定命运 为了改掉自己的恶习 成为一名合格的父亲 我给自己制定了改变自我规划图 严格的按照要求 每天对自己进行考核 从内在素养到行为习惯 都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蜕变 在所有的阅读中 有两本书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两本书不仅给予了我家教的智慧 最重要的是从内心深处 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 进而促使我进行了一场 脱胎放股的自我革命 这两本书 一是曾国藩家书 一是了凡世讯 明家评论这两本书 是东方励志奇书 创造幸福的宝典 两本书在我的心灵深处 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我不由自主地发出感叹 世界上竟有词等好书 作者太伟大了 伟大的让我觉得高山养子 袁了凡出生在书香门地 他的父亲袁人 在儒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与大学者王阳明 博下了最初的种子 了凡世讯 是袁了凡的传世名作 他由立命之学 改过之法 积善之方 谦德之孝 诗篇文章组成 在书中 袁了凡以冤博的学问 和高深的修养 隆通 如是道三家思想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结合大量真实生动的案例 告诫世人要自强不息 改变命运 袁了凡说 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过失 才是最大的过失 过由心造 亦由心改 改过之心 必须具备三心 知识心 敬畏心 勇猛心 要一心忏悔 昼夜不屑 改过要及时 人命在呼吸之间 一口气提不上来 就是格式 想改也来不及了 改过要痛下决心 完全彻底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史 以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袁了凡通过 改过 基上 谦德等道德实践 收获了子孙兴旺 近世吉地 健康长寿 完成了传统社会里 福禄寿 圆满的人生 最高愿望 曾国藩对 了凡世讯 最为推崇 他把 原了凡 作为自己的人生 楷模 还把了凡世讯 列为 指自必读的 第一本 人生智慧书 曾国藩 28岁 重近世 可谓春风得意 但他没有 陶醉在 科举胜利的喜悦之中 而是发现了 自身的严重不足 意识到 自约自己进步的障碍 是缺乏 身心修养 他下决心 与过去告别 把自己的好 改为敌生 所谓敌 就是淡敌 过去不好的东西 所谓生 就是获得新生 表明了 他从过去决裂 追求 崭新境界的决心 曾国藩对自己 要求相当严格 甚至接近残酷 他用什么办法 来监督自己呢 除了和私有 一起附近监督之外 主要是靠写日记 他以日记的方式 来促使自己 每天反省 检讨 以取得心灵上 日日新的效果 特别是监督自己 在没有人监督的 情况下的作为 这就是儒家所谓 所提倡的圣读 有三件事 可以让我们 对曾国藩的圣读 得亏一般 第一件事 曾国藩的烟影很大 烟带长不离生 通云吐物之后 又常感口干舌照 烟部不适 于是他决定戒烟 数日没抽 难熬得要命 之后又开始抽了 烟影变本加厉 为了彻底戒烟 曾国藩一狠心 把跟随自己多年的 烟带一折为恶 并抄笔琢磨 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面每日昏固 由于多吃烟 因利毁折烟带 是永不再吃烟 如再食烟 神明己知 实在道光 22年19 1842年10月21日 从那一日起 烟便真正戒掉 第二件事 有一次曾国藩到朋友家里吃饭 看到朋友的小姐非常漂亮 多看了几眼 回家后 她就觉得自己的妻子 有点不顺眼 为此她在日记中 对自己进行了无情的评判 说自己简直就是一个禽兽 第三件事 有一天晚上曾国藩做了一个梦 梦到别人得了好处 她很羡慕 于是她就批判自己 每天讲要按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但是灵魂深处却是那么羡慕金钱 这很卑鄙 下午她到朋友家去 知道这个朋友得了一笔别净 心里又很羡慕 又很羡慕 她回家后又写日记 说上午刚刚进行了自我批评 下午又犯这个毛病 曾可谓下了 曾国藩写给自己的 十二项修炼要求中 第十项说 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也就是说 没有什么不可以对别人说的事情 君子坦荡荡 自己的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 完全可以暴露在众人面前 从以上这些事可以看出 曾国藩严于解剖自己 促进自身修炼的决心 试想 这样的人别人怎么会不幸福呢 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好命运呢 这样的人有什么理由不留方百事呢 我庆幸自己读了两本好书 也庆幸自己 跨时空找到了两位良师异友 我下决心要像原了凡 曾国芳 两位先贤一样 花大功夫 下大力气 让自己的心灵 接受洗礼 完全彻底告别救我 脱胎放骨 重新做人 当我潜心 思考家庭教育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的知识是那么匮乏 智慧是那样枯竭 沟通技巧是那么不高明 对人性的理解是那么不到位 以前我盲目的认为自己是比较成功的人 各方面都还可以 在孩子身上一经验证 才发现自己的生命链条竟然有那么多薄弱环节 所以在和孩子共度生命历程中 才会不断的掉链脱节 我心里非常清楚 做好孩子的榜样 要的是真功夫 亡不得半点虚假 我知道改变一个人比较难 尤其是世界观已经形成 各种习惯已经养成的成年人 改变起来就更难 但是难归难 为了孩子 为了自己 我必须这样做好 而且一定要做好 读书渐入家庆后 我深深感到了 人类文化的星空太浩瀚了 时间太有限了 要读的书太多了 我产生了一种阅读饥渴感 饥渴感带来了阅读的如吃如醉 那一期间 晚上我最多休息六个小时 而读书时间累计超过十小时 有时由于特殊原因 一两天没有翻书 失落感和空虚感就会向我袭来 我甚至会感到浑身不舒服 如今自可阶段 我读了理想国 小逻辑 柏拉图全集 道德经 论语 莫子 孟子 等中外经典 还读了史记 知智通鉴 二十四 中国通史 等历史书记 我还通读了 获历界矛盾文学展的优秀小说 如白鹿 白鹿园 张军营 穆斯林的战礼 平凡的世界 等 二十多部小说 平凡的世界 我十年前 读过 此时 再次阅读 别有一番滋味 也难免会产生一些新的感慨 在陪读的两年里 我读了两百多本各类书籍 好书 经读 反复读 一般的书 初读即可 写下了八十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和教识心得 通过读书和思考 我感到自己站得高了 看得远了 心胸也开阔了 我的精神格外充实 内心也相当淡定 从感到内心深处有一种力量在涌动 在深腾 我常常这样想 人类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书籍 如果没有书籍 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不堪设想的事情 如果没有书籍 我的陪读很可能无功而返 半途而废 如果没有书籍 我不可能在异地他乡 度过七百多个苦行生班的日日夜夜 如果没有书籍 我不可能在加强修炼 提升自我方面走得这么远 如果没有书籍 我不可能积累那么多教育智慧和人生感悟 如果没有书籍 还是不可能对我有这么高的认可度 如果没有书籍 我和老师不会有那么多共同语言 如果没有书籍 家庭教育不可能对学校教育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如果没有书籍 孩子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感谢书籍 我最真实的朋友 我最亲密的伙伴 法闷时你给我乐趣 无助时你给我力量 你给我的生命添加意义 你让我的灵魂得以升华 今生今世能认识你这位挚友 是我三身修来的福分 我的陪读生涯就是我的阅读生涯 我的阅读过程中就是我的成长过程 因为阅读 我找回了教育孩子的自信 也因为阅读 我真正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和意义 80万字成长日记 不少家长认为 对于孩子的教育的投入 就是一个经济硬实力的比拼 事实上 父母的简单投入 只能换来粗暴的回报 而父母发自内心 不带功利的情感投资 和身体力行的自我提高 却能换来丰盛的成果 和孩子真情回馈 80万字的读书笔记 记录了我对孩子付出的心血 也见证了自己的成长 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 家庭环境比教育环境更重要 父母的情感投入 比金钱投入更重要 父母的卵实力比硬实力更重要 如果把家庭比作一列火车的话 那么硬实力决定了火车的动力 卵实力则决定了火车的方向 为了切实提高自己的卵实力 我在读书的同时 踏踏实实地做了一回小学生 读书常常伴随着思考 为了能捕捉住稍纵即逝的灵感 我习惯把读书思考的 思维火花记录下来 因此就有了读书水笔 为了记录下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心路历程 也为了给自己的心灵打下印记 我把写日记 记水笔 作为每日的必修课来完成 随着日记水笔的日渐积累 我也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自变的过程 我逐渐意识到日记是道德常跑 意志常跑的计分牌 是进行自我教育的最优化方式 也是人格磨练的真实见证 陪读的两年时间 我写了690篇 八十余万字的日记和水笔 下面就是其中的几篇 2002年11月18日 孩子是一本天书 也是一本百科全书 把这本书读懂了 很多书就不用读就懂 孩子因为爱父母 在乎父母 才会让父母管教 才会接纳父母的建议 才会考虑父母的感受 才不会让父母失望 孩子听父母的话 不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 而是父母要珍惜 要感动的 孩子努力学习是难能可贵的 不是本来就应该的 为人父母则不但要感谢孩子 甚至要感恩孩子 感恩孩子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理由 一 善天赐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孩子 下帽端庄 五官云秤 鼻子是鼻子 眼是眼 会叫爹 会喊娘 面对这么一个精灵 我们怎么感恩都不为过 孩子给了我们做父母的权利 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 让我们的精神思想得以传承 孩子把我们推举到了榜样 楷模的崇高地位 孩子给了我们不断成长的机遇和动力 让我们的人格日渐完善 修养不断提升 孩子给我们带来了天文之乐 孩子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热趣 孩子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多彩 孩子给了我们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孩子带给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要好好学习这句话是不少家长的口头肠 但是这句话不但对孩子的成长一点建设性帮 没有一点建设性帮助 甚至有不少负面影响和破坏性作用 我在水笔里对口头肠的危害进行了剖析 2002年12月3日 1.加三分厌学情绪 听到这句话 孩子就会无意识地本能地产生对抗情绪 父母不厌其烦地叮嘱孩子好好学习 使孩子认为学习这件事是父母交代的任务 既然是父母的事情 又何必那么善心呢 造成孩子内心不和谐 学习本来是孩子自己的事情 加进了父母的提醒和说教 就融进了强制的成分和功利的因素 孩子明显感觉到了不快乐 把自己和学习对立起来 学习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父母对孩子不信了 父母反复交代孩子要好好学习 背后的潜台词是 你那么不懂事总是不努力学习 不然父母不会独处你 这句话传递给孩子的信息是 父母不信任孩子 悟透了这些道理 我再也没有对孩子进行过 好好学习方面的说教 这样就减少了很多人为的不和谐因素 当然我并不是不关心儿子的学习 我会更科学地给他注入信心和力量 其实家长朋友少说或不说这句话 至少对孩子的学习不会搬到嘛 甚至还会有一定帮助 学习是孩子的事情 相信孩子能完成学习任务 是对孩子最大支持 无为才是最大的作为 有一天 妻子因为一件事抱怨我 开始我内心还算平静 但妻子不停唠叨时 我心中的怒气开始往上游 虽说控制住了自己 但我心里感到的憋屈 那天晚上自省时 我写下了下面的水笔 2003年3月21日 这么两句话你都消化不了 足以反映你的情怀 足以看出你的度量 你离虚怀落骨 还差十万八千里 这次虽没发作 但离失控有多远呢 你连自己情绪都掌控不了 还指望能做好什么呢 稍不顺心的话 你都听不进去 还谈什么品格修炼 你吃的亏还小吗 受的教育还不够深刻吗 你把妻子伤害得还轻吗 你对孩子负面影响还不够吗 为什么非要等到生气后 才自我反省呢 为什么非要在伤害家人后 再进行补救呢 为什么做事总要后悔呢 你为什么总是长不大呢 难道要把这些缺点 带进坟墓吗 你忘了孩子送你的生日礼物吗 1999年我生日那天 两个孩子送给我一对瘦心男女 寓意是希望我们夫妻恩爱 白头偕老 孩子在送我的生日课卡上写道 笑一笑十年少 孩子的意识是说我刚火太旺了 孩子在给我灭火 让孩子给自己操心 真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婚姻问题专家说过 喋喋不休是家庭音乐中 动听的音乐 唠叨是过往瓢盆交响曲中的美丽音符 聪明智慧的丈夫都要学会接受唠叨 欣赏唠叨 享受唠叨 说得多好啊 没有唠叨 那还叫家吗 妻子提醒你 告诫你 这不是在意你吗 这不是关爱你吗 试想 一个政府没有纪律检查部门 将会有多少人犯错误啊 一个丈夫离开了妻子的制约和监督 那不成了野百姓 尤其是在当今到处充满诱惑的时代 会有多少人走入歧途啊 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妻子的提醒和监督呢 反思家庭里的冲突 都是由于自己过于强势所致 在和妻子交锋中 自己打出去的往往是拳头 妻子迎接的也是拳头 硬对硬 必然是两败俱伤 如果自己习惯用手掌接招 即便妻子打来的是拳头 双方都不自受伤 况且妻子也不会首先使用拳头啊 强势是没有自信 缺乏智慧的表现 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反省 老子说 人之身也楼落 其死也坚强 草木之身也楼脆 其死也枯稿 故坚强者死 坚强者死之徒 楼落者生之徒 所以坚弈的东西 往往是死了的东西 活着的 具有生命力的 反而是楼落的东西 楼落 失落 应该是一个人必备的智慧 应该是为人夫 为人妇的基本素养 走进阅读 做智慧型家长 改变人生 从阅读开始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 就是他的阅读史 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思想高度 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阅读水平 没有阅读的学校 是没有品味的学校 没有阅读的教育 是低层次的教育 没有阅读的家庭 是残缺的家庭教育 不重视孩子阅读的父母 是不称职的父母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 但是真正大量读书 系统读书 是从陪读开始 我的人生之所以遭遇危机 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读书少 精神营养力缺少必要的东西 因此加大读书力度 获取逐量优质心灵养分 优化知识构架 成为我做专职父亲的当务之机 思路理清后 从开始陪读 我就把读书学习 放到了重要位置 每天除了马菜 做饭 溜书店之外 我大部分时间 都趴在凡东家 那张极其简陋的书桌上 虽然有美好的动机 也有强烈的愿望 但我的读书活动 并不是一开始就顺风顺鼠 也是经历了一番取责的 从无序到有序 从不自觉到自觉 从凌乱到系统 从热情到理智 我也经历了读书的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 这个阶段 由于我缺乏经验 只有一定的功利思想 故而走了一段弯路 回忆起来 主要有两方面的教书 一是内容太单一 那时我的主导师想是 陪读的目的是 搞好家庭教育 和孩子共同成长 要达到这一目的 就要多读教育 家庭教育方面的书 因此 我到书店浏览 最多的是家庭教育专柜 买的最多的 也是教育孩子方面的书 那一阶段 我读的都是成功家长的 教育感悟 和家庭教育的理论专注的 实践证明 我读的书品 品种单一 内容单调 知识面窄 局限性大 假如一个人只吃一种食物 营养必定会适合 这就好比一个 想成为作家的人 只读怎样写文章的书 一个急于成功的人 单读如何成功的书一样 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二是选书不仔细 刚开始到书店买书 我大字发一发 有点感觉的 就急于买回来 拿回家认真看时 往往会有几分失望 一来读不下去 有未同嚼辣的感觉 二来不能产生情感共鸣 更谈不上引发心灵震撼 即便是硬着头皮读王 却感觉对自己帮助并不大 因而培养不起读书兴趣 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 后来发现 近年来家教类书籍泛滥成灾 东瓶西臭 出汁烂造的 质量不高的书籍 充斥着书店的书架 要选一本好书 还真不太容易呢 我并不是说 质量不高的书 对自己没有一点帮助 我只是说收效不大 那个阶段我也读了一些好书 比如周红的《赏识你的孩子》 李悦尔的《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等书 这些对我帮助非常大 读一本三流的书和读一本一流的书 占用的时间耗费的精力都差不多 我们为什么不选择读好书呢 选择一本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我们选择了这本书 等于把自己非常宝贵的时间 难以复制的一段生命交给了作者 能那么草率吗 接受了这一教训 后来我买书时 总要浏览一下章节 目录 前沿 后继 内容也要看上十页八页 确信是本好书 至少也要保证是本不错的书后 我才把它买回来 攻坚阶段 接下来我把自己的读书范围限定在文学 文史哲 经典以及优秀家教类书级 这类书理论性强 比较枯燥 缺少情趣 不像小说一样 有故事情节 能紧扣读者心悬 读这类书比较难进入状态 时不时还会感到头晕脑战 有时还会产生厌倦情绪 随着厌倦情绪不断滋生 我甚至产生过放弃的念头 最初的一个多星期 这些负面情绪不断侵袭着我 尤其是我读教育心理学时 厌倦情绪简直要把我淹没 由于是国外翻译过来的大学教材 苦涩的专业词汇 别扭的语言风格 让我一点也提不起精神 毫无半点兴趣可言 简直是活受罪 有一天我停止了读书 我知道磨刀不误砍财工 收回拳头是为了强有力的出击 我知道自己的思维该认真梳理了 怎么办啊 我又一次对自己进行拷问 老贾呀 你就这样选择 退却吗 这真不是你的风格啊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 没有哪个人逼你 不读书怎么能提高呢 不读书怎么能完成任务呢 你总是说你是百则不挠 越说越勇的人 难道这小小困难就能把你击垮吗 肯定不能 经过扪心自问 更强化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 为了切实把读书学习落到实处 我决定调整自己的读书计划 纯理论性专业性强的书籍 暂时放一放 待条件成熟后再读 近期以读语言流畅 可读性强的 人文社科类书籍为主 那一阶段 我读了 谢思忠的数字与命运 理则厚的美的历程 如情的写给四级父母 李善耀的 烂孩子健全人格 王文良的 北大毕业等于零 卡奈基的 人性的弱点 拿破仑西尔的 人人都能成功 及黑柳切子的窗边的小豆豆 等十本书籍 这些书文笔优美 思想性强 境界也高 读后着实让我受益匪浅 后来我读理论性 专业性较强的书籍时 用了两个绝招 第一 强化自己的使命感意识 我每天告诫自己 我是带着伟大的使命来陪读的 通过陪读 我要让自己成为有教养高数字的人 让孩子成为品学兼优的有用人才 我肩负着振兴家族 服务社会的重任 这是改变命运的工程 使收获未来的事业 这么好的书 我怎么能读不进去呢 第二 把自己设想成理论工作者 专业人才 我假设自己非常喜欢此类书籍 每天坚持强化这方面的信念 心理学研究表明 潜意识不变真假 只要你向他发出指令 并不断强化这种指令 他就会全力帮助你 让你成为你设想 甚至假装的那种人 以上两招是绝招 也是真经 他帮了我不少忙 由被动到主动 由不喜欢到喜欢 念着这两句真经 我读完了教育心理学 家庭教育学 心理学基础 西方的智慧等 十多本理论性较强的书籍 又读了 又读完了 卡尔威特的教育 斯塞宾的快乐教育 夏山学校 童年的秘密 艾米尔 了凡四训 曾国藩家书 家庭学校 陶行之教育名篇 书霍姆林斯基选集 吉鲁迅全集 等优秀教育社科类书籍 卢基四可阶段 再往后 读书学习完全成了我的自觉行动 甚至成了我生活的必须 每天 大部分时间 我都扎进书籍的海洋里 如鸡四可的 吸损着知识的营养 我三天两头 往书店跑 附近的书店 家教专柜的书目 我几乎能背下来 书店里新来了什么新书 作者是谁 哪个出版社的 我基本都了如指掌 我走路想着书中的内容 睡觉想着书中的观点 可以说我对书籍的痴迷已经达到了朝思暮想 魂牵闷扰的地步 有一次我正在煮周 突然想到正在读的一本书中的一个观点不错 需要做笔记 本来想只到书房写几句就回来 谁知来了灵感 一发不可收拾 早已把周 祖周都是忘得一干二净 等我回来 周已溢满锅台 剩下的全糊在锅底 还有一次 我在书中读了一篇人生的意义 感到特别好 就要求自己背诵 看书累了 我到公园散步的时候 也没有忘记背书 刚开始是小生背 背到最精彩的地方 就会情不自禁大声背出来 重要的不是你买到的 而是你创造的 重要的不是你得到的 而是你付出的 重要的不是你成功的 而是你的价值 重要的不是你学到的 而是你传授的 重要的是你的每一次正直 怜悯 勇敢和牺牲之行 能够使人充实 让人强大 或是能够激励他人 让他们以你为榜样 重要的不是你的能力 而是你的性格 重要的不是你认识多少人 而是在你离开时 有多少人感到 这是永久的损失 重要的不是你的记忆 而是爱你的人的记忆 让我们的一生 不是因为偶然而变得重要 而是因为环境而变得重要 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选择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 不少人投来诧异的目光 我抱以上意的微笑 放低声音继续背 直到滚瓜烂俗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